大家好 我們是 吳建勤 節目即將開始了 你訂閱了嗎 也別忘記 開啟小鈴鐺喔 歡迎來到 大陸網站 二人一天 集冠軍整大槍 早上各位歡迎 集團的場賽集團 當總冠軍在哪一個集冠軍 你們不會介意吧 集冠軍賽 不開玩笑 不講笑話 這些人 將會死在我的手上 長刷季冠軍跟我沒關係 I don't care 季冠軍的人 季冠軍可以吃嗎 我已經在想聖誕節 覺得笑話 請 當然跟你們沒關係 因為我才是季冠軍 各位哥哥姐姐們 讓你們看看00後 狼殺選手的冠軍像 妹妹啊 90後的哥哥不在乎啦 集冠軍這種東西 給愛里兒獎 因為阿公阿嬤 我會為我們80年代的人 一起加油 集冠軍只屬於我 加油 姑姑你們是00、80、90的 都加油一點 我現在去擺服下 集冠軍的獎品 歡迎所有2021的 季冠軍候選人們 好的 本次的季冠軍 是統計由今年的 1月1號到9月30號 總共81場賽事裡面 拿到最多MVP的前十位玩家 才可以坐在這邊 再掌聲鼓勵一下 好的 首先來講一下本次的季冠軍規則 是我們會 進行兩局的狼人殺 那在兩局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回到座位上討論 在兩局綜合評估之下 你覺得誰是兩局表現最好的MVP 那票數最多的那一位 就是本屆的季冠軍 漂亮 沒錯 這次的季冠軍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之後當然沒有談到一些贊助 所以這次的獎品 就只有那一座獎盃而已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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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參加總冠軍的資格 我現在還有事情要先做 還有嗎 沒有,這次還是很多獎品 非常多的獎品 對啦 這次的獎品我跟你們說 超級爆炸厲害的 首先季冠軍可以獲得 由WEMMAX贊助的 X7增雅電動滑板車一排 好 好 你如果要注意 你都不用叫車了 直接滑這台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小燕姐 快點 好像沒有很瀟灑 但是沒關係 接下來的獎品是讓男生 都尖叫的組合 就是由 NSI微信電腦提供的 總價第十萬的電競全系 我的天啊 好想用 首先就是電競玩家 首選 健神殺神 健佛殺佛的 效能頂級 G4RTS3080 SFINX 10G LHR顯示卡 10G 10G 這卡不管你要打遊戲 剪片還是挖礦 全部都交給這張卡 對 不要 謝謝 哇 另外還有 CHE30X電競人體工學椅 融合設計大小的 MV2C顯示器 加上我們的GH61 沉浸式電競耳機 以及滿滿的RGB 會發光的GK50電競鍵盤 還有GM4E電競 無線滑鼠 整套最HARD CORD的 直接帶上了好不好 帶回家 太棒了 太棒了 十二大計分 可以獲得以上的大獎 觀眾朋友也可以到YT採看 抽獎的方式 有機會可以獲得 贊助夥伴 贊助夥伴VMAX 提供的電動滑板車一台 以及贊助夥伴NSI 微信電腦提供的電競耳機 電競鍵盤以及電競滑鼠一組 要是來送給各位 楊仁莎的幸運粉絲 真誇張 我跟你講 這次的季冠軍獎品 真的是不多不少 加起來真的也是滿多錢的 對 很多錢 今天一位季冠軍 有一些 依次參加季冠軍 就是我們的 宇婷、艾莉兒和孫慶樂 謝謝 謝謝 好好聊一下 因為三位都是... 孫慶樂是一直都還滿厲害的 很會打操作的人 對於你這次才進季冠軍 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我覺得 因為你其實很有 因為就運氣很好 然後很開心 先咻屁啊 別有自信一點 你剛剛錄影前不是這樣說的 對啊 你都散開了 而且 幹嘛 幹什麼東西 這什麼賽事 對啊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而且我滿緊張的 你滿緊張的 對 我覺得滿緊張的 看不出來 那孫慶樂今天就是想說 我今天一定要拿到冠軍 哇 他心裡面的OS 他一直很想要那個螢幕 對 我很想要螢幕 螢幕是不是 我 因為家裡那個 最近螢幕壞掉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想要螢幕 然後剛剛已經私下跟大家講好了 對 就是我會 投票給你 蛤 蛤 不要這樣子 你沒跟我講話 你看不吃我是不是 但是你要先拿季冠軍 可能要先問一下艾莉兒 不要這樣 艾莉兒今天整個氣場 艾莉兒今天整個氣場 艾莉兒今天怎麼那麼融上 沒有啊 她想說大家不是都是這樣子嗎 女明星都是這樣子 沒有 我們穿著這麼的水 你看 你們兩個站起來 艾莉兒跟紀普心 為什麼 紀普心今天就比較親切一點 對啊 我們是一直都是這個人設嗎 沒有 沒有 我發現一個就是 就是演藝圈的潛規 就是老妹都會喜歡妝嫩 比較輕鬆 我們現在已經在變為老妹了 第一張買到射 煩耶 好啦 艾莉兒 妳講一下妳 妳對這次季冠軍有沒有把握 我沒有 我沒有要拿 沒有 妳沒有要 沒有要拿 就是我可以拿 但我今天沒有拿 她待會兒就講 我沒有要拿 我 不要問那種現場題目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 這電競的東西 就是讓給你們喜歡 讓我 讓給你們喜歡 神氣喔 誰要 誰要你讓 不要再訪問我了 不要訪問我了 好 不然這樣子好了 因為艾莉兒 這幾集的操作都超級厲害 神道爆 所以大家都 就是很看好妳 那 妳覺得本場誰最有可能拿 寄冠軍 不要 不准講林九 我就是要講林九 林九 林九是老吊兒的答案 林九是 九十七個MVP 因為你就是我林九 然後假如今天林九 還沒有來 對 其實我其實很怕 他很會看我 上次我已經嚇死了 我沒有很會看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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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看妳 艾莉兒 老居就是什麼時候 蠻常看的 他什麼時候看 上一局的時候 又有什麼眼神 你們是在有出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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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亂講 不會啦 不會好嗎 他們好給到 好啦 還有我們第一次 參加季冠軍的 也是很厲害的 雨婷 好 今天是來參加婚禮嗎 我今天還好吧 妳今天很漂亮啊 對啊 我想說 反正沒實力 就腳穿漂亮一點 沒有 他每次都這招就是 吊到郎當然後他就是狼 沒有 雨婷就是很會躲在人群裡 人群裡是什麼意思 就是聽完說 欸 好像很好耶 可是他是狼 雨婷妳起來轉一圈啦 妳今天很漂亮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狼 人家狼就是要躲起來 妳去中間走一圈啦 為什麼我常常會有這種 要走一圈 而且她很厲害 很厲害 我覺得她今天跟艾莉婷 她可以一起走一圈 艾莉婷妳們一起 她走一圈啦 今天你們兩個還滿寂寞 她需要有這個 來 我們歡迎 梁莉莎最紅的新兩位女生 艾莉婷 你們一起走嗎 我們一起走嗎 我們一起走 黑白衣服 新的女藝人的走 黑白衣服 新的兩位狼蛇 黑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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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從他們中間走的人 就是 等一下會死 沒有 剛剛紀普欣跟豆豆 已經記在心裡了 紀普老妹 走一下 老妹 老妹 我們歡迎 去年的老妹組合 來 紀普欣 還有我們的 老妹組 她是整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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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組 老妹是全變的 不要這樣 我想說不會拍到下面 就這樣 來 請走秀 Let's go 沒有 這兩位就是 已經參加到很膩了 有沒有 他們是彈票 彈票 已經沒有那個 還要爭取彈票 沒有啦 謝謝 你穿什麼封鞋 你們都是郊遊是不是 前面幾件那種總冠軍還穿超辣 你現在就整個懶得參加 然後就奧 哪有啦 我們有露個鞋尖 謝謝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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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一下今天的規則 我們要玩的是 魔術師警長局 魔術師是每天晚上可以交換 在場兩名玩家的號碼 那只要交換之後呢 他們的身分跟技能跟發生的事情 在晚上都是交換的 在白天就會恢復了喔 但是魔術師也可以選擇 不要換 隨便你都可以 那狼人呢 就是有一隻狼王 狼王在自己發言階段可以自爆 自爆可以帶人走 還有兩隻小狼 然後繩子呢是 玉女魔 女巫一樣是全程不自救 然後我們因為有上警嘛 警長1.5票 然後是單抱吞警規的 然後今天我們是發牌的 所以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手 來決定本場的命運好嗎 會抽到什麼角色都是自己的喔 OK 請狼王發牌 好 太遜了 太遜了 那我好像好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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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聲音好好聽一下 試試試試試試 對阿風哲的臉色真的小 不想要變成這樣 什麼意思 好囉 都拿到牌囉 好 季冠军第一局准备开始 请确认角色身份 天平请毕业 现在开始禁止请教授 候选人请继续 天亮的小军业 请抄警长证件发表顺序 好高 哇 8号 太多了 1 2 3 4 8 2号 发表证件 对 你要站吗 站 久违的季冠军想说 来上景一下 主要有一个原因 因为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穿西装到底有多帅 镜头拍我一下 你也 你也 有点跌倒是谁 好 好 我们再看 景上一定有狼 不可能 不是 这么多上景 我知道我是好人 你们1 2 3 4 5 至少有狼 你笑得蛮轻松还可以 因为他下一个是我的发言 下一个是他发言 如果他是狼 可能会比较没那么轻松 而且他最近 肌肉比较紧绷 他现在很放松 我觉得应该是好人 虽然状态来说 4 5 我觉得4 5 我其实敏牌有看到4 5 因为唯一就是 我本来这局就想说 不要敏 直接趴下去 因为我想要试试看 直接认真听发音就好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 想要看看到底我能敏住什么 所以我一抬头看的话 我就是看到4 4看过来这里 然后5也是 所以我觉得4 5 他们的眼睛 就是感觉好像 无所事是没什么 可是这种时候 通常是罪魂 所以我觉得4 5 我想要着重听 而且 你要我真的讲的话 我会觉得可能 狼的几率 可能有 84% 因为我觉得 健康不会被打趴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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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耐人健康实体是不是 神光顶基 已有一个眼神 一 好可怕 记得真的做太多是不是 不是 对 我记得真的做太多 你要看什么 美鳳姐了 我上来就是随便聊聊天 我不是音乐人家好不好 我就退水过了 就过了 我 应该是好人吧 那我可以 我说明牌 我是 我是 我是明了 10号跟6号 对 然后我就这样 然后就着重听一下 等一下的发言吧 然后 然后 有没有想打个操作 当然想一想还是算的 就上来看看而已 讲个话 然后 4 5 我看4是觉得还可以啦 对 那就先看一下 5 8 1 后面剩5 8 1是不是 谁比较像狼 好 我先退水了 我再听一下大家的发言 因为我刚刚跟5号有一个队员 那他感觉没有要跳 因为他好像有一个眼神说 是你要跳吗 就是他对我有一个疑问这样子 那 前面两个其实听起来还好 蛮轻松 那其实我上井我只是想说 我发表一下遗言 我中手刀了 然后我拿到那张牌的时候 我心里压力有够大 就说哇塞 怎么会这么惨啊 拿到这张那么难的牌 那因为中手刀 我一定得破一个 然后我刚刚心就量了一下 因为那个人有上井 我破1号 我不知道怎么破对啊 他刚好有上井 那如果我破到预言家 那直接就是 就是 就没局 好人家没局 我就背锅 对 我是预言家 我验7号是精神 验7的心目历程就是 随便验 因为我原本是 有点想要验 那个我的左右两边 但是因为痘痘 我抿完牌的时候 我跟他对看很久 而且他看牌有个皱眉 他有个微皱眉 我就觉得说 应该拿到狼 应该不会这样子中 所以我就没有验 所以后来我选择 6跟7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7号他一拿完牌的时候 他直接闭上他的眼睛 他完全没有抿任何人 然后我也没有抿到他 所以我就验了这个7号 7号真的是精髓 然后前面 因为你说4号 你说你破1 我觉得有可能破对 因为他们后面前面在问说 后面有没有人要跳的时候 1号一步要跳的样子 但我真的是预言家 我已经很久没有穿预言家了 所以7号是真的是我精神 因为也没有雪狼嘛 所以 锦下 因为我已经验到一个好人了 那锦上其实2 3 因为4说他是5 那其实我们轮次就很落后 但我觉得1号有可能是破对 他一步就想跳 你不要跳了 你就是狼 我真的是 然后 锦下7号好 那8号 因为8跟1的感觉 我觉得1号是比较像要跳的那一个 我自己觉得啦 所以我觉得8号我可能要听他的发言 那锦上2 3 3去保2嘛 因为2状态起来还OK 4他又说他是5 那我可能 我先压锦下的10 我 因为7号是好嘛 所以我可能 60 我压60 然后 8 8 1的话我听发言吧 锦上一定会有狼 但是我觉得1号是破对的狼 那锦下我已经验到1号了 锦下一定会有狼冲票 所以我的锦辉流还是先压锦下 那我就60 顺艳 然后1跟8我会听发言 然后再改我的锦辉流 但我真的是愈远家 然后我觉得2号坐在偏轻松 然后3号去保这个2 又没有做任何操作 也不能排除说 我觉得2跟3的话 3的身份会比2再不好一点 再后面一点 因为比起来你们 手只会发言我觉得2号偏轻松 对 那可能8跟1我再听听看 我真的是愈远家强制要锦辉 7号是我的锦损 我的锦辉60 顺艳 待会有可能改 OK 过 一半一半吧 可能先 因为我觉得5号牌 听到4号牌 播这个1号牌的反应 好像 我不知道像不像一个真语言家思考 因为如果我在5号那个位置 我是一张真语言家牌 在我不知道后面8号跟1号牌 底牌状况下 其实我会满担心 女一牌都错的 然后可是5号牌很肯定的就是 就是你播到这张1号牌 是 就是5号牌感觉好像没有很担心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把 神只有三个 所以万一女物被守到的话 其实轮子是大幅落后的 但是基本上他盘的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觉得2、3都提仗好人的 5号牌 我不知道因为可能 可能是季冠军赛 所以5号牌的逻辑盘得很满 他盘2、3我觉得 他在3号牌身上有讲了非常多的 就是我觉得2、3就都蛮是好人的 但他有多讲了一句 他觉得2会比3好一点 但这一句让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就在我这边听起来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那是 感觉很像是填充式的逻辑 我再听听1号牌吧 因为1号牌看样子是要起跳的 那我5号牌目前先信一半 这样过来退水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衰 因为我跟4号就是姐妹常护杀 因为我刚刚我是原家 我验了4号 4号是金水 我 我跟妳講 因为为什么演4号呢 因为我刚刚在验的时候 我刚刚大看了9号 然后大看了6号 跟大看了8号 我想说9号我在看她的时候 她一定 然后一直这样 完全没有怕我在看她 所以我觉得9号状态还不错 然后我就看了6号 6号 可是因为我觉得依她发言 我觉得她是蛮好分析 如果她今天 因为我说过艾莉娥如果今天是狼人的话 她很爱打倒勾 或者是她很爱就是你知道 装没事装没事 然后投一个异型票 所以我觉得用票型可能可以看出6号 所以我想说好 4号这个好姐妹 因为她很常在 就是在发言的时候大财我 所以我想我签订她的身份 结果4号是金水 然后4号 她说她撒了我 很抱歉 然后5号就是汗跳嘛 可是因为5号 我觉得5号很怪的点是 2 3状态是真的还不错 可是因为3号刚刚在锦上的时候 直接说1号上廊 直接把我的玉面拉低 然后加上5号你说3比2号 可是5号的那个锦灰流 完全叫3 说先6后10 因为3号也说6十足重听 所以5号如果你觉得3比2坏的话 那你怎么会听她的6跟10去演呢 但我觉得因为她发7号金水 我刚刚在看7号接到金水的那个表情 她有一种 所以我觉得7号那个表情 好像是真金水 所以我觉得7号蛮真的 但我现在要锦灰 我要锦灰 但我锦灰顶一下我也只能给 4号也死了 那我就只能撕锦灰 但是因为5号就是定了 所以等一下就是出5号 3 2 1 用锦灰顶票 右头我们右头 阿姨有7票 1号 登学者请站站站站 请狼王发锦灰给1号选手 赖燕顶票 赖警长 史上最短命的警长 公布昨晚结果 昨晚 4号 7号 被杀死 持久先前 hadora 4号 很开心 你很开心 我錦上呢 我是想要看一下1號的反應 跟他的狀況 因為我其實比較覺得 我比較相信5號耶 因為1號被我讀掉 他沒有平常 你知道我讀掉 如果我真的讀掉一個預言講 你應該是超級崩潰的 你應該覺得天啊 我們好人崩到爆 可是你好像還好 你沒有那麼 對我那麼責怪我那麼生氣 所以我沒有到鐵信1 所以我覺得上票給1的 剛剛上票給1是幾號 7跟9 7、9 9 可能要聽一下9號為什麼上票給1 然後我覺得5號盤的蠻好的啊 蠻全面的 那你那時候跳 你說7號精髓我心都涼了 為什麼我要破7 其實我很想破6 可是因為我覺得 6號給他一點遊戲體驗好了 為什麼想破6 是因為他的那個 入夜閉眼前的姿勢 讓我覺得他好像 飛神吉郎 就是有一種準備要做事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選擇了7號排行 因為7號在閉眼的時候 然後那種表情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也有一些夜掛 所以那時候選了7 就這樣 那我破錯是很抱歉 因為我自己可能比較站無邊 所以我覺得我破到一個精髓 那1號可能 再聽看看吧 因為現在其實1號竟然當選了 我滿驚訝的 因為他對於被破的那個反應 所以你們覺得有 有很像一個爭域被破掉嗎 對 好像很心甘情緣 好像覺得 好啦,就這樣 沒有,就被抓到那種感覺 我不太清楚 但是就怎樣 不好意思,7號 好,過 6 我是一個平平走的啊 然後 我剛剛上票給1是 因為我... 其實我5跟1 我有一點一半一半 我不太能判斷 然後我想說在這種狀況 我就... 反正1都已經被堵了 他也頂多只能4警輝 我就想說我就上票 我就上票給1這樣子 讓他去當警長 反正他也是被堵死嘛 然後... 可是... 後面再看看這樣 因為我剛剛後來 我覺得5號就是 因為我覺得 可是感覺5號都還沒有去聊 就是有沒有可能 錦上兩郎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8號 因為起來的時候 剛開始起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E8真的是滿嚴肅的 然後想說會不會有可能 錦上開兩郎 然後... 然後5號... 5號知道E10的時候 我覺得就像8講 5號知道E10的時候 他真的是滿開心的 因為完全好像不用去考慮說 1號到底是賭對還是賭錯這樣 所以... 我才覺得有一點猶豫 就是... 5號到底是真... 真慾還是假慾 反正... 我剛剛以為是1號死啦 不過我倒牌 也不錯 我是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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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警長決定錦左錦右 2號先 2號 開始發言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傾向... 很接近啊 我覺得640 但我比較相信浦欣 原因是在於 他發漆精髓 我覺得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要騙漆有一點難 我覺得 我是這麼想的 就是說... 可是現在7號他... 可是7號他也沒有鐵站E邊啊 他是其實有點覺得無所謂 我現在有170的那個投的方式 但是我目前... 因為我第一個發言 我比較虧 所以... 我想想看 你讓... 我這個發言 你讓10歸票 10是投給5的 那你... 你更不是應該先讓10發言嘛 對吧 10在你眼中不像是衝鋒狼嘛 10投給5 為什麼你會讓我先發言 所以我覺得1好怪耶 我沒辦法放掉這個1耶 得聽一聽吧 因為還有多一個部分是我覺得 因為痘痘是女巫嘛 他對於1號還是有很大的質疑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 你那麼認識的那個程度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覺得1號玩家真的 如果他真的是預言家的話 他的情緒應該是更滿一點的 季冠軍 你什麼時候會壓低狀態 他壓成這樣子 還有有條有立的時候這一切 我覺得太有條理到 我覺得狀態不太像是一個真女巫家 那我比較疑問的點是可能 因為警察上他保留我 我又覺得他像好人 那我可能我也會想要主動訂8這次的發言 因為剛剛8的發言 他確實是有一點知道1 這個身分是會跳或者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質疑我心中的女巫家 他覺得他5打3的點 他覺得有點疑慮 我不曉得警察有沒有2玩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警察的話 我可能會著重聽8 那警察的話 剛剛多多有說6有點掛像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著重聽68 為什麼6號7票 所以我著重聽68 我說好人過了 我覺得要跳6 我覺得要從警察去票 因為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們想一下1號那個發言 他的 他剛剛就像4號講 他那麼冷靜的講那一話 他完全沒有 就是覺得很遺憾的感覺 然後再來加上是 他是想打3-5 他想打3-5是雙腦的感覺 他剛剛的發言 你們有沒有說 就是說什麼 5號按照3號的發言 去講那些什麼 他的順豔什麼等等的 然後他還甚至還 還好懷疑到7號說什麼 看7號的表情應該像是好人吧 就是你想我們三狼 三五七的話還有可能 你認為5號是那張狼牌的話 那張七應該也要是一個 反向金才對 就是你還去打到他說 所以基本上1號這張狼牌 應該是定了啦 但是現在很危險的是說 我們現在速過去到那邊 他可以再聽一些我們的資訊之後 他高居狼王嘛 你懂嗎 1號這張牌高居狼王 他等一下可能講都不講 他就直接自爆了 他自爆一定帶這張5號走啊 那我們就剩魔術師了 你懂嗎 就是可能從警下票吧 就是6-9-10也蠻有趣的 你看這三張牌 一個9號是給1警長 然後10號給5 那10號有可能倒過嗎 因為我一開始免他 免他感覺有點身分了 但我不知道 那9又是站1號別人 然後6號沒投 我覺得6號是最奇怪的 我覺得6號沒有表明他的 站票的話 是我覺得這三張牌裡面 我覺得最奇怪的 那我應該要票是這樣6號 我先講一下剛剛你們對於我的疑點 就是說為什麼我說4號破1號的時候 我會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1跟8比起來 1號一副就是要跳的樣子啊 我非常知道我是預言家 那1號不就鐵狼嗎 所以4號說他破1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太好了 那他破對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是非常肯定就是1號就是一副就是要跟我對跳的那一個 那8號 8號頸上發言他是講說覺得我有一點怪是因為這一點嘛 然後可是我後來又在想說 假設你們如果8號為狼的話 他的視角是覺得說4號已經去破這個1了 他還會這樣有點幫1號講話嗎 那就讓1號去死就好啊 為什麼還要有點微幫後智慧的1號拉票 這一點是我對8號雖然他就是 我感覺他是有一點存疑 就是他1跟5都是性一半一半這樣 因為如果他是狼的話 如果我是狼我在8號那個位置 我想說我的1號都已經送死了 那我可能就可能就會改打倒勾 我自己對8號的第一可能是這樣 所以8號可能違放後面一點 我會再聽他一輪發言 那現在我們好人發言烈的事是因為女巫走了 那我7號精髓也走了 1號你要去報紙也帶我走嗎 你們這樣只剩魔術師囉 所以我覺得2-3發言還不錯 那可能真的狼就只剩6-9-10去開吧 因為10號剛剛是上給我的 那9號你是上給1的 可是9號他常常 我不知道這時候還要打他的人設嗎 他很常站錯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還沒有聽他發言 但8號我會先放的比 警夏的再後面一點 那警夏我可能會參考3號說的吧 因為我覺得3號發言蠻好的 然後6號氣票的確也怪 而且我剛剛警惠流氏有壓到6跟10的 我剛剛第一警惠流氏這樣壓 所以我會覺得6號氣票可能會蠻想要聽原因的 那像我也沒有警惠 那就看1號要不要直接自爆把我帶走 直接一刀兩刀比較快 那就是我自己的狼坑是1 然後10號會不會倒勾我不太確定 可是剛剛那個情況下 我自己的狼坑可能 169有這麼簡單嗎 9號怎麼又給1 有這麼簡單嗎 有這麼簡單的事 那我就看如果1號他沒有要自爆帶我的話 那我可能可以考慮頭6 可是其實現在女巫走了 狼王遲早也要出去啊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16去選吧 我還是會驗 如果1號自爆把我帶走 啊 我不知道 那我驗9好了 我自己驗開心的啦 好 然後只有169平平看過 好 我們打通一點吧 我覺得就是開局都這麼好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剛剛一直在看大家的表情 然後就是想要明一下魔衝其實是誰 然後我覺得 高機率可能是3跟8 二選1我覺得 因為9一直給我一個就是平民感 所以我覺得9應該是平民 那3跟8的話我覺得1 然後帶8或3 我想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8 因為3剛剛有說他要打什麼 操作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1等一下可以自爆帶8 然後5我們晚上刀 那如果我們起身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兩隻狼嘛 那如果遊戲還沒結束的話 代表說我們刀錯了 那我們就去刀這個3 我覺得應該遊戲就會結束了 嗯 那 小賴你要相信我一次 你就自爆拿到帶8 可以 過 換我了 對 你就帶我 我是魔術師 真的 你就相信六號牌帶我 我全場唯一真魔術師 好可 那就其實就 我覺得還滿簡單的吧 反正最後一郎出90嘛 那可能就160吧 對啊 就160吧 對 你真的 你真的 我是魔術師 你就帶我就對了 就這樣 過了 我站錯邊囉 我想 我還需要解釋 我為什麼站到 我現在還要再解釋 我就真的站錯邊囉 就是 好 我還是解釋一下好了 不然 但你等一下也可以驗我 對 反正現在狼坑應該就是 160了 因為6都叫1代8了 我覺得23滿好的 那我現在回頭 我知道我自己是好的 所以狼坑很160 我現在應該是你們覺得 折情最大的 倒勾狼吧 但是你們要想一下 我是上票給真的 預言家的人 所以我不應該是你們 思想裡面的那個倒勾 因為剛剛是兩個人投給狼 我投給真預言家 照理來說我跟你們的 意念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我的票數是少的 所以你們覺得 是不是我投給狼倒勾 如果是倒勾狼的話 他要做身分給我的話 他怎麼會忘記 要從這邊籠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倒勾 反正也先盤不到我 他都已經這樣裸跳出來了 我們就先把 我覺得是3可以排掉 因為他剛剛在那個位置 直接點出6 可以排嗎 等一下3 8我有點疑慮是 等一下如果1號起跳 他沒有帶8 8才有嫌疑 因為6很會打操作 他說你不要帶8 然後他一演一出 我不要帶8 我要帶3 那我們是不是也會以為 8是好人這樣 所以如果他真的帶8走 我才會覺得8才是真的好人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因為9的這一波那種 我真的站錯片 我信不了 因為我現在是嫌疑最大的人 可是他就這樣吵吵聊事過 然後加上整個 6號剛剛也完全沒有聊到我 整個好像想要栽贓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嫌疑滿大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等1號自爆 看他帶誰走 因為反正我們就只能 看6號有沒有讀對這一切啊 我也滿意外 那我會拿到這個緊張的 3218 3218 3218 我剛剛原本想說 1218可以不用這樣跑出來 反正我一定是會自爆的 大家要衝大家就來衝 我想一下3跟8我看一下 1號 我帶3 1號 3號 紅太陽請進去投台區 1號 請交接進來 對 1號 好 fluores 102號 脫衣病 3號 2號 魔术师请议 狼人献身请尊严 狼人请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狼人献身请尊严 狼人献身请尊严 选择你要查验对象的事实 狼人献身请尊严 天妙献身尊严 8号 杜杀斯 咀嚮寄 暴台均 族主持人 警長决定警 unique 追求警仪 我还是要 那这边 5号 开示法演 所以代表三八都不是 欸 我不知道我是最後一神 我剛剛驗了十號他是好 但是我不確定 就是我想一下喔 九號就是站錯邊 然後他好像也不知道講什麼 那十號比較有可能像爆弓的那個 所以我才會驗十號 那我也不確定會不會 如果假設魔術師還在 會不會把我跟誰換了之類的 我不知道好難喔 所以六號定啦 那十號是我驗出來的莫名的精神 那剩下二跟九 九號因為上票給一 這是一個肥點 然後二號又已經變好了 所以就只剩九跟十 那可能最後的狼 那剛剛六號又說 九號一副平民養 我不知道是故意這樣子講一講 但是一號他漢掉 他漢掉的時候第一輪井上發炎 保了六跟九 我不知道會不會故意包狼 還是十號 還是有可能魔術師真的在 如果在的話拜託你 給我一點希望吧 你可以幫我盤一下 十號有沒有可能為真金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六九 雙狼過 魔術 魔術 第一天沒有換 第一天沒有換 第二天 我幹嘛跟狼講我換什麼 那你們不是 我幹嘛要跟你講 你又不是我的朋友 我早就猜到了 艾力兒 韋晉 加油 你懂我啊 我們知道的 一六九 反正他會吃爆了 那就 如果他不吃爆 那就先偷六吧 Let's go 過了 好 先講八號走 我不一定覺得他是好人走 因為魔術師可能會換 所以他們可能 如果魔術師換隊 他還是有可能是狼走的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六號說 相信我帶八 可是一號卻帶三 這已經夠證明 六可能在幫八做身分了 加上剛剛上警的時候 八這個位置是在把票 推到一那邊去 所以你才會落選 所以我覺得八的那個身分 在我那邊還是有點 所以他死 我還是 我不知道 可能魔術師換了 我不知道 那我往好一點的方向想 我覺得八還是壞人走的 因為有種 他因為艾力兒被罵這麼慘 最後他也不相信艾力兒說 他帶八走 不可能 他一定會帶八走 然後怎麼會帶八走 代表八就是狼 八在那個位置就是 好 你帶我走 你知道 結果他們就是 明著來在那邊演一出 三個人的戲 然後我看到就走 沒關係 如果有盤錯就算了 對 我好想懷疑二 因為 因為他 他很確定地說 他是魔術師 然後他說 狼就一定是169 那如果在你是魔術師 然後你的視角裡面 五是預言家的話 那你對十 為什麼可以直接認為十是好 這是我的疑問 但有可能你是真的魔術師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很暈 然後我第一輪就是做了一個肥點 那我覺得十號 有點怪 因為你 你有點模糊不定 然後 你覺得 而且你滿認定八一定是狼走的 因為在我的 我的視角 我會覺得八不一定是狼走的 因為六號剛一直說 你相信我帶八 相信我帶八 所以我就覺得八很像是好人走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好像不要去想瘋澤 可能不是魔術師的事 那我的坑就只剩六跟十 那我自爆好了 就是 省了投票這個步驟 然後狼隊友的話 就是 讀 讀看囉 過啦 撕掉 翻牌 六號 淘汰在請 淘汰區 請交接近回憶 天黑請一夜 狼人獻身請尊嚴 狼人請殺人 狼人獻身 第一 天亮 竟然獻身 夜 昨晚 五號 被殺死 狼人獻身 狼人獻身 不是肉 明明 遊戲結束 邪惡身 到底是三還是八 八 八 是八 你看嗎 聽阿力的話就沒事了 沒有 我要臭張 因為十到一八 你看 不用臭張啊 你就直接 直接堵他就好 直接是狼 你直接堵他 因為我覺得 魔術師的心態 一定是護那個神 那他以為 他以為我們狼的視角三 是魔術師走的 那代表說 我們下一刀應該是刀五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刀五的話肯定是我走 所以我覺得那就往一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向上 外之 薄心態 對 他講說 魔術師應該會保持 我們要是不是 刀九十 你本來講到圖明的嗎 對 因為我們他 他換對 然後我們就輸了 就往外之會刀 因為其實我有在想說 他那個 那個 籃友可能會其實就直接刀鳴 其實刀鳴是最安全的 有想 剛剛五五波 還是你其實 其實心裡覺得說 你其實心裡覺得說 啊我就覺得八就是魔術師 你硬要帶一個 就趕快刀八 那剛剛我們說三跟八真的兩個 都很像啊 有嗎 真的兩個都很像 你OS裡面有沒有罵小浪 剛剛在三你有生氣嗎 沒有 你這樣很棒 這樣子直接刀一刀 沒有 我現在 因為我剛剛帶三 原因是因為我 因為十剛好有踩八 他說打鬧路 然後我說 好 你要讓我活活把他拆 對 你要延續說故事件 因為我想說十一有在推八 所以我想我帶三 因為三根本就不 那我表現也很好 大家可能要記在心裡 我就來 我就實表現了 衝衝 因為想說三沒有人推 三大家都認抽 對啊 我就去好好帶出去 對啊 不會啊 很棒很棒 很棒 很棒 拿不到鍵盤而已 拿不到鍵盤 拿不到鍵盤 你要鍵盤喔 現在這邊告一段落囉 我要大家記得各自的表現 好不好 對對對 想看更多 賽後討論請記得訂閱 娛樂版本版的官方Youtube 阿歐朗莎自己冠軍 下次就誕生囉 拜拜 掰掰 抱歉了 誒抱歉了 誒抱歉了 我的錯啦 沒有轉到 你轉誰啊 我轉你啊 就賭心態 八六或五六 你是轉你跟他喔 就八六五六選一個轉 好可惜喔 八六五六 對啊 我覺得剛剛小賴有一個操作很好 就是 她 她知道她自己被 被賭死 然後 因為那時候四號是說她賭一號嘛 對 然後她 結果她發四號精髓 對 我就覺得這個操作是 就是很沒效益的一個發法 對 如果今天你是狼的話 你應該不會去發一個這樣的精髓 因為你都已經要死了 我跟他們講 你們就是太不懂小賴小賴 我懂啊 她就實在也 因為她就覺得她死了 沒差我 她死了沒差我給她 反正也是大 你可以發下面一個人茶沙 我現在講什麼都好像馬後泡氣 不是 以她的脾氣 我如果真的賭 她如果真的賭 她一定會發氣 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之前抱過然後被大罵 我想說好 因為她被大罵完之後 她後來都蠻平靜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有 OK 沒有沒有 所以我飛貓那幾年不戴 你們哥沒那麼好 不要演 誰刀女巫的 你們一起討論 是豐澤找到我的 好厲害 我剛剛也是 大家討論 我剛剛覺得四七 四七選一個 這個要聊一下 四七選一個 太棒了 我有做到那個效果 你剛剛那個開心的表情 其實我們大家有說 四五七啦 我們四五七 那這個表現真的要大家記一下 因為這都蠻重要的 然後艾莉兒操作也打得很好 對 然後就是很熱心 因為那個魔術師那個 沒有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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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就有機會了 對 轉到有機會了 對 因為他就是五跟八 你在選嘛 就看他會到誰 你轉成五跟誰 你也聰明了吧 他轉五跟六 或者他選八跟六的話 就是 就煩了 八跟六就有機會 而且你很像魔術師 你晚上還這樣 一直祈禱 一直這樣 沒有 其實我故意在想 就做一個魔術師的樣子 我在想 你會不會轉我自己 八的時候八開始演 好屌喔 我在做一個女物 可是他沒到我 我也是啊 你狂坐 我不像 你不像 我像狼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